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到2017年的时候就研制完成并且开始了它的服役生涯 这款战机有着20.3米的身长 4.45米的身高以及12.88米的翼展 它每个小时能飞行2.5马赫 这也是它最大的飞行速度 而在前段时间 五国的空军生产片中 七架歼20战机同框 画面非常的震撼 这也意味着这位飞机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但是在该视频中 除了可以看到这款战机的身形外 就不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了 特别是人们关心的发动机问题 大家都知道有发动机这种东西的存在 并且都知道它对机器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相当于人的心脏一样 如果心脏的功能不好或者是心脏停止了工作 那么人的生命也将会停止 所以如果没有发动机再强大的武器也只会是摆设 因此人们在看视频时一直盯着该机的屁股看 就是想知道该机有没有换新的发动机 可是却一无所获 但是美国的媒体却对我们所好奇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报道 他们在文章中称五国至少有三批窝扇 15发动机完成了交付并投入了使用 并且这款发动机的性能可能会超越F-135 F-135是美国一款较为优秀的发动机 其推动力超过了18吨 而我国的这款发动机的加里燃烧市可能达到了197千牛的推理 非常的厉害 可想而知 当我国这款第五代战机装上了该发动机之后 会有多么的厉害 而该战机也只是装上了此款发动机才能算是一个整体 而其性能是否能超越过装备者F-135的F-35 同时也不知道这款发动机的性能是否如外国的媒体所说的那样优秀 因为官方对此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总之 我国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 好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书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